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定要搭配合适的胶皮才会焕发出它最好的性能 所以Victus是否能够搭配内置底板有着怎么样的效果呢 我们今天底板作为基板还是使用红杉上级DHS龙5 究竟那么这块胶皮会有怎么样的性能和效果呢 它能否秀翻全场呢 或者说能否让我秀翻全场呢 大家期待吗 走 跟着我来一起看一看这个胶皮的真实性能吧 就Victus这个胶皮 MING PAO CANADA 发球中可以感受这个胶皮有着非常不错的摩擦力 相比于T05 它更能把球吃住 发出强有力的旋转的球 T05 可以发出更加出色的比较急和比较快的测全球 比如测上 测下 急测上 急测下 这样子 下选球中Victus 没有t05更快更迅速 但是Victus的摩擦性能更好 他很软 认劲很好 所以拉球这一下 能够把球能够包裹住 所以 所以他就球的弧线 其实是OK的 同时呢 捏好摩擦 在大力量下 T05有着更具有 爆炸型拉球的优势 球的弧线更低频 也不更狂 前冲球优势明显 但是 中小力量下 维持五的手感更好 更轴弧 可以更轻松地制造 较高的弧线 所以 05更适合前冲 维持五弧线更高 V15E旋转持球能力更好 球的弧线更容易制造的同时 兼备着速度 综合性能非常好 速度加旋转兼备 相同力量下 T05的二跳更重 质量更高 V15无线更好 持球更好 所以 V15E的旋转更好 T05的速度爆炸性更好 Extra还是有点 支撑不如AGR 这个环节擅长旋转 选择V15 擅长爆炸性的性能 就选择05 V15的击打进攻 相比于T05是稍微差一点 小力量还可以 比如说 这么打 这么打还行 05击打速度更快 任性能力更强 但是V15也比 R48的击打进攻 更出色一些 小力量这个快速的击打进攻 很OK V15更能拧出不错的线路 胶皮表面的胶面 没有T05一用 这就意味着 更容易控制球 那么05则出球更快 拧出球的质量会更高一点 你可以感觉 05在小球控制中 是乱弹 我们的出球很快 那么V15没有这种感觉 可以更加轻松地控制 白状和搓球 所以这个环节 V15的小球控制能力 更加强于T05 为什么我乱打了 我乱打了 由于05任性更强 防守过去球的质量 会略高于V15 相同力量 防守过去的T05的弧线轨迹 会更长一点 那么V15会更短一点 V15是一个很全面的套交 进攻中 速度和旋转兼备 小球控制中也不容易出球 相比于T05更加全面 T05的进攻性能更加强 和球的质量更高 所以追求全能的这种套交 可以选择V151 追求高爸爸就选择Tanager 5 V15和T05 都是属于脚硬的海面 基本功不是十分好的球友 可以尝试搭配 在较软的底板上面 比如0A或者是 迷洼 这样更容易控球一些 基本功好的球友 可以搭配脚硬的底板 比如波A 维斯之类的 这样整体搭配会更加具有能量 那么缺点就是不太容易控球 脚硬和底板需要配合好 才会有更加的效果